真是没想到,把苹果,山药,胡萝卜放进绞肉机里面搅一搅,出锅就是大街小巷赞不绝口的美食,很多人排队都买不到,蓬松轩,营养丰富,做法非常简单,绞肉机里放70克苹果片,70克山药片,80克胡萝卜片,再加三个公鸡蛋,低速打成粗一点的颗粒,然后加150克的牛奶,三克高活性酵母粉,高速打成细腻的泥, 全部倒进大碗中,加300克面粉,较成像我这种粘稠的面糊就可以了,盖保鲜膜醒发两倍大,醒好后全是蜂窝眼,用筷子充分搅拌排排气,然后准备这种导热快好脱模,还可重复使用的锡纸小碗,碗中刷点油,撒一点黑白芝麻,倒入面糊,表面摆上红枣碎,撒点黑芝麻更香,上锅蒸25分钟,焖5分钟,出锅,非常的好脱模,蓬松轩软, 口感香甜,家里的老人孩子没胃口泥就给他吃这个,吃完还想吃